老铁们中国汽车历史上最长脸的事和最丢人的事 最辉煌的事和最可耻最值得让最最让人愤怒的事同时发生了 这个最可耻最丢人的值得让人愤怒的事 那就是冰淇淋事件 宝马这一年赚个盆满不满 然后居然连一个冰淇淋都不给我 这是巨大的侮辱 还好那两个宠阳没外的跪舔母狗 实力把这个宝马的160G全部干掉 也算长脸 最扭的事最辉煌最长脸的事 比亚迪仰望百万级别豪车 109.8万 订单超过三万一千辆 听清楚吗 三万一千多辆 而且是昨天的消息啊 今天包售的说有可能超过三万五 未来还会持续走高 从仰望发布那天起没定价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言了 一定是一百万以上 如果不是一百万以上 怎么能让人仰望你 对不对 然后销量有人说 一年都卖五千台 当时我就骂他放屁了 我粉丝这样我就骂了 一年卖一万两千成功 纯他妈放屁 当时我就大胆远了 一年十万辆 前两天我还说 我说有可能两三万辆 就是四十八要十到五天之内 看看我前面视频啊 看看我前面视频来 自己看 这是我前几天发的视频要好 刚刚发布售价 五万左右 刚刚发布售价 U8和U9加起来 一年的销量 肯定会超过十万 一定是十万架 当时我就说了 用不上三五天 我们就见证历史 见证奇迹 我也希望达列 但是不可能 仰望就是有实力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车 比那些全世界所有的豪车 什么奔驰啊 什么GR啊 还是用大企业 用路腐 用保持街 比他们要领先一个时代 我说也就三五天以后就能看 也许销量就过几万 一年保守十万辆 五万辆到十万辆 其实我还是不愿保守 现在我敢大胆的猜测 有可能每年销量十五万辆 一点都不是吹牛 听清楚吗 所以说啊 很多的人还是宠阳没外站不起来 自信心不够 像我学习 像我一样 五六年前我就预料到了 今天中国国产车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但是我还是保守 未来我不会带保守 因为我发现我预测的百分之百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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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